68. 《信報財經》《月刊》2014年2月1日雜誌 《P001》總編輯畫甲午式戰馬年木馬對於中國人來説, 甲午年是一個大轉折,一二零年前中日爆發了甲午戰爭, 戰敗國中國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調約, 日本則憑航之額賠款,例徵逃至一約成為世界強國, 中國人則經歷了半世紀遭壽裂強瓜分的屈辱, 時而世逆,經歷三十多年改革開放, 中國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反觀日本則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迷失, 習近平等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鄭雄心勃勃, 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則此然要重新奪回強勝的日本, 中日以全方位較敬, 兩個鄰國國內都有一些極端人士若若若若是, 日本有益分子希望藉既有銀神力重振日本, 中國份稱則寄望所謂的新甲五戰爭一洗百年國恥, 蔡伯麗、李健倫、五懷婆、 蔡伯麗、朱友道、朱學廷六位作者贊文, 各自以原學角度預測甲五年該人以治國家的財、運、 細、蔡伯麗、 警告, 馬年流年飛升而黑病扶在東方, 中國之東方為日本、東海及美國,此地區不會和睦, 他們認為馬年是變動的一年, 寄望以長和化解淚氣、和氣生財、 戰爭沒有贏家, 維望甲五色戰、 釣魚台領土爭議不會擦槍走火, 蛇年金融市場波缺雲鬼, 踏入馬年究竟是萬馬奔強益或萬馬齊陰, 除了邀請員學名家外, 今期月刊還有多位財經界重量級人物, 包括芳芳、草仁超、馮志堅、 彭文生、孫明春、 鹿廷龍、駱惠南、高天佑等, 分析馬年的投資大勢, 這些資本市場的老馬, 投資取向不盡相同, 對於股市的判斷甚至竟異, 不過他們都認為, 馬年投資者將仿魚騎在馬背上顛簸不定, 市場會很波動, 專欄作家高天佑形容2014年的主題是矛盾, 美國在復甦與推市之間掙扎, 中國改革釋放改革紅利的同時, 也會帶來陣痛, 香港在是否撤樓市辣椒之間舉棋不定, 方方指出, 金融市場去年已反映了今年的利好因素, 一旦今年實體經濟的表現與預期有出入, 將有負面調整, 在股市打滾多年的曹人超則形容, 今年股市會將跑馬制搬忽上忽落, 但如果三中全會的改革藍圖落實, 港股則可上望三萬一千點。 內地經濟學家國際評警告, 內房產泡沫已到了崩盤年代, 買房投資賺錢的年代將一去不復返, 熟悉A股市場內幕的宋清輝則賺民揭露 A股I.P.O. 的龐大利益鏈, 質夫誰綁架了I.P.O. 去年中國經濟表現強差人意, 當外界憂慮馬失前提時, 熟悉內地經濟的鵬民生, 宣明春卻預期, 三中全會帶來的改革將釋放紅利, 今年視新經濟的開端, 增長將有於預期, 月刊封面選用唐朝或馬名 假寒乾的木馬圖, 金融市場奏仗一匹難順的野馬, 祝願各鬼讀者像或宗景景有神的系官般, 做好風險管理, 執姜抹馬,然後拆馬持平。